小雅伯 过年好啊 来来来 你看 你来干什么 来了吧 你来干什么 来了吧 谢谢你啊 这大年三世的 给我送饺子吃 我知道 是乡亲们 让你给我送的饺子 对不对啊 谢谢乡亲们的 咱们俩一起吃饺子 过除夕 来 来来来 好吃啊 好吃 来 来 来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 毛泽东想到了洪学智 他让周恩来了解洪学智的情况 来 调多了 嗯 湳 什么事啊 沈阁委会来领导了 高领长叫我通知你去开会 省力辣的领导啊 一会儿啊 咱们驾工联有好多人都要去 说是要给你提意见 做鉴定 好啊 那我就去听听 我估摸着 这是要给您找麻烦呀 您可得小心点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坐吧 来 坐 来了 坐 今天 省歌委会领导来 就是想了解了解 洪学志 在咱们金宝屯 劳动改造的情况 大家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意见 就说说 那你们畅所欲言 我回避一下 那都不必 大家对洪学志 有什么看法 有啥意见 在金宝屯这几年有什么问题 大家要畅所欲言地提出来 大米干饭呢 咋还闷住了呢 小孙儿 站着干啥呢 起个头 那我就先说两句 那个老红头刚分来不久啊 就分到我们豆腐班了 是他教会了我们点豆腐 他教你们卤水点豆腐了 真的 当然了 就是这样的 这是真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相信老红头会点卤打豆腐 后来才知道 在抗日时期 就跟一位姓周的大爷 学会了点卤打豆腐 好 你继续说吧 这老红头 在豆腐班不久之后 又调到了粮库工作 他快六十岁的人了 一百八十斤重的粮包 他抢着扛 我们休息的时候 他也不闲着 拿着调着 东扫扫西扫扫 就连晒场那个地缝里的玉米粒 他都拿手指都抠出来 他还领着我们大伙 养了二十几头猪 改善我们职工的生活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洪学智的事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 你天天跟着他 对啊 领导让我天天盯着 不是 我说错了 是领导让我 天天跟着老红头 同吃同睡同劳动 所以我比别人 知道得清楚一点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都一起说说 我来说两句吧 坐下 坐下说 老红头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 对我们知情还特别照顾 上次小孙感冒发烧了 他整夜不睡地照顾 还有一次 小孙过年的车票 都是老红头支援的 老红头还是一个既能吃苦 又很乐观的人 我们都很喜欢他 他讲的革命故事 我们都爱听 对啊 什么红军过草地 抗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都讲得可好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这个哑巴要说什么呀 小哑巴的意思是说 去年秋天的事 农场不让囤子里的农民 捡漏在地里的玉米粒 老红头呢 替他们打抱不平 就这事 是这样的 我已经接受了 老红头的意见了 现在呢 已经允许老百姓 到地里去捡玉米粒了 还有谁 想发言吗 你们可以再说说 段连长 你是红学志的直接领导 还是你说说吧 红学志 到我们农场来劳动 领导分配他来到我们家公联 我是他的直接领导 我认为 红学志同志 在我们家公联 爱护知识青年 工作积极肯干 吃苦在前 应该说 你吃点 就这个 沐山 啥 佩根 习 俩 老孙 大宇 阿学 大宇 大宇 小师 老红头在我们金宝屯农场 在我们家宫连表现 还是不错的 好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可以再谈谈 没有了 好了 散会 这个会到此结束 散会 散会了 走吧 把老红头叫进来吧 老红头啊 来 来来来一下 领导找你谈点事 好 快去吧 去呀 领导啊 有什么事情吗 我给你啊 透露点消息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请你回省里工作 好 你们都来了 来送你的 老红头啊 在金宝屯生活的这段日子啊 又照顾不周的地方 包涵 哪里啊 我在咱们金宝屯这一年多呀 收获很大呀 啥收获呀 受苦了 脸黑了 没有 掉肉了 没有 我在金宝屯一年多呀 收获很大呀 我交了这么多知心的朋友 你看 小哑巴 还有小王 小猴 还有咱们小孙 小杜 这么多的年轻人跟我在一起啊 我高兴啊 是啊 当然了 还有你高脸上 老红头你呀 这个 你也是这个 上车吧 好 东西都装上 再见了 慢点啊 好 你们年轻人别光顾着 劳动啊 干活啊 还得学习文化呀 好好学习文化 我听说国家有了新政策 年轻人可以考大学了 嗯 像你们这个知青啊 也可以考大学啊 小杜啊 哎 以后有机会考大学 你就报考医学院吧 我也这样想的 可是这农场 连一份复习资料都买不到 没事 资料的事 我回长春了 我替你解决 行 那太谢谢你了 好了都回去吧 连长 你也回去吧 哎呀 老红头啊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你说呀 你说 你在咱们金宝屯啊 待了有一年多 我是天天地喊你老红头 但是你不知道 我是你的战士 我是你的兵 你是我的司令啊 这 这怎么讲啊 当年我是志愿军战士 跟着你一起到了朝鲜战场 就在咱们志愿军的后勤工作 独立起来 那哪里 忧跑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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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走 不前往 这里会有时候 你就走 把你当成我们的好部长 洪司令 你也是我们国家的功臣啊 谢谢司令了 谢谢我的洪司令 走 洪司令再见 再见 洪司令再见 洪司令 再见了 洪司令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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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团 是个出金出宝的 好地方 1972年5月 洪雪智结束了在金宝团农场的劳动改造 回到长春家里 1974年8月 被任命为吉林省石油会 老红头这茬的真大呀 干什么呢 走 咱进去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找谁啊 我们找红局长 别吵吵八伙的 还我们是干什么的 你把老红头找出来一问 不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吗 什么老红头啊 我们领导现在很忙 领导 我们高练长才是他的领导 你去跟他说 他领导来了 你是他的领导 咋的啊 长得不像啊 不像 我们高练长才是他的领导 不像也得进 你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老红头 老红头 打掉 你不认识我了 高练长啊 你好 你好啊 这是小孙 你好 小孙 杜洪雨 小杜 这个是小李子 小李 小李子 你好啊 你们今天怎么来了 这大喜事 小杜啊 考上大学了 是吗 是 这不我跟小孙到长春来 说给小杜买点东西啊 送他上大学 孩子啊 要来看看你 真考上大学了 给你报喜来了老红头 好啊 这孩子当初我看他就有出息 考上大学好啊 这是一件大喜事啊 是啊 说来看看你 可真说我们长得不像领导 不让我们进 你过来过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在金宝图农场劳动的时候 我的高练长 管我的 那就是我的大领导啊 怎么样 像不像大领导 像 领导好 高练长 晚上大家伙都到我家吃饭 咱们好好喝上去 卫小杜 考上大学 咱们好好庆喝庆喝 行啊 因为小鸡子都给你拿来了 咱们做鸡行吗 行啊 走走走走 来 走 来 来 鸡林医科大学 好啊 好啊 老红头 杜洪雨啊 可是咱金宝囤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啊 咱们农场的老乡们都可谓太高兴了 是 老红头啊 你为我考大学的事可是操了不少心啊 您寄来的复习资料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那不都是应该的嘛 老红头 我得敬你一杯啊 就因为你给小杜写的那几封信啊 对他的帮助特别大 来 我们敬你 好 小杜啊 好好学习 来 来 老红头 你看 这是您给我寄的围巾 我一直戴着呢 这可不是我寄的 那是你张阿姨啊 上街给你买资料的时候 顺手给你买的围巾 好看 张阿姨 谢谢您了 谢谢张阿姨 来 小杜啊 那我们得敬张阿姨一杯啊 可别敬我 在金宝囤啊 你们大伙儿 没少照顾我们家老红 我还得谢谢你们呢 来 喝一口 喝一口 喝一口吧张阿姨 他代表我 是阿姨 您喝一口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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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他喝 首长 高连长啊 这一转眼啊 我离开金宝囤两年多了 可不是 我时常想起咱们金宝囤啊 和家公联的同志们啊 是 那个小哑巴怎么样了 好啊 小哑巴现在已经不放马了 让他到农场的学校啊 去看大门 这孩子啊 心眼灵 守着学校啊 现在自己能写不少字呢 哎呀 这小哑巴虽然不会说话 可心里头啊 晾腾着呢 晾腾了 好 孩子挺可怜 从小就没爹嘛 咱们家公联啊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他 给他找个好媳妇 让他过上好日子啊 你放心吧 老红头 我们把你的新衣啊 带刀 做好 好 哎呀 你们来我家我真是高兴啊 咱们一块再干一杯 好 干 来 干 好 总理啊 总理 总理 快拿去 快拿去 一尾 蝇门 这阶段 你没有 这阶段 这阶段 已经试试了 红局长 周恩来总理试试 我们总得开一个追悼会吧 当然要搞追悼会 你寄托 我们对总理的爱死 红局长 上面有通知 不准统一搞 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一个国家的总理去世了 竟然不让统一地搞悼念活动 荒唐 那怎么办呢 我们局里 自己搞 自己搞 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局里搞悼念活动 寄托我们对总理的爱思 和深深的敬意 为什么不可以啊 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顶着 我大不了 我再去农场 我劳动改造去 1976年9月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 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洪学志的命运 也再一次被改变了 让人知道 这下一个轻松 或许多 这下一个东西 你也想要先去 我走 我走 好 一会儿 哎呀 你帮我走 你们帮我走 你帮我走 我走 你帮我走 咱们居然太少 行不成声势 这还不好办 去弄几套锣鼓 敲起来再买些边跑 边走边放 不就把人吸引来了吗 声势不就大了吗 这主意好 马上办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中央组织部通知了 请洪学志同志 马上回北京 有重要工作 好事啊 上河 上河 怎么了 嫂嫂 好事啊 是这样 中央已经为洪学志同志 安排了新的工作 飞机正在机场等候呢 afflict日子 那 大冬 acordo 游断 天爷 怎么说下就下 准备 不这么 来 来 搬进去 搬进去 老师 老师 洪学至1960年4月 下访吉林时年仅47岁 1977年8月 重回北京工作时 已经64岁 在这17年里 洪学至在政治风雨中 经历了多少磨难和考验 洪老 您在东北的时候 我们党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在会上您被选为军委委员 这次把您从东北接回北京 就是参加军委会议的 从现在起 您又回到部队了 明天开会要合影 其他领导同志 都穿军装 您也要穿 我没有军装啊 这样要不然照相的时候 我就站在后排 算是军民结合吧 那怎么行啊 还是找一套军装穿着 我给您安排 老首长 老首长 牛大伟 老首长 老首长老部下都来看你来了 二十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这么精神 来 见见老首长 见见老首长 你们好 老首长好 老首长 老首长啊 你还是那么精神的 哪里啊 老了 六十五了 你比我小啊 我六十三 对 比你大两岁 老首长啊 这个乱七八糟的文化大革命啊 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几年的好岁月呀 要不耽误这十年的岁月 咱们会为国家 为人民 做多少事情啊 嗯 是啊 是啊 快坐坐 来吧 来 坐坐 坐坐 书中 你看看谁来了 老首长 我受中央军委委托 来 老鹿 老鹿 照顾 还有 太多伤短了 可有双此 拥有 能不能 是 死者崩毁啊 像当年在延安窑洞 我奉上级的命令 摘去了你的五角星 和红铭章 四十年后 我右手军委委托 给你发新军状 给你啊 带五角星 带红铭章 把这个 还给你 当年在延安窑洞 是毛主席穿针隐线 让我封上红铭行和领章 这么多年了 时光荏苒 白举过喜 带红铭章 你我也是白发染病啊 领袖不在 谁能穿针隐线呢 外面太多了 和封队不在乎 我跟我相同的 和封队 我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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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乘你念做尘 只有相辱供 现如今 待到山花烂满时 他在从中笑 来 来来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宫学智来了 说要见您 快请 是 快请 叶帅 老红啊 好些年 没见面你可老太 老多了 老多了 这些年你在东北可没少受委屈啊 叶帅啊 我个人的委屈 算不了什么 来 坐 好 来 谢谢 老红啊 这些年你在东北过得还好吗 叶帅 我活过来了 只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啊 不过这场浩劫 不过这场浩劫也识别人 也考验人 最后能够温馨无愧地挺过来 就是胜利啊 老红 老红啊 这次把你从东北调回北京 我想让你再回总后工作 你对后勤工作做了那么些年很有经验 后勤这摊子很大 六十多万人呢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干扰 受破坏很严重 这次你回后勤工作 好好地整顿一下 把组织啊搞健全一些 把这个工作关系理顺他 当洪学志准备到总后勤部就任之际 中央军委有根据战备的需要 于1977年9月 任命他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负责全国军工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老伴啊 你怎么跑到办公室来了 你还记得你有个老伴啊 咋能不记得呢 我就是工作太忙了 好些日子 没有回家看你和孩子们了 我看哪 你是真把办公室当家了 老伴啊 你先坐一会儿 我把手上的一点事情啊 给办完 行 您坐 那你就赶紧忙吧 来 老头子 我看你当年战争那股的劲儿又上来了 又不顾身体 说起来啊 我还真是把这办公室当成家了 对不起啊 老妈 这国防工业啊 我是第一次管啊 事情太多了 又不熟悉 要想从外行变成内行 我就得加把劲儿啊 那你也得爱惜身体啊 是啊 你看 我这身体 好得很哪 我在金包团啊 扛麻包 挑粪 种菜 养猪 你把我这身体给练的啊 结实着呢 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来 什么事啊 当年 你那么多的问题 组织上都给你平反了吗 既然中央为我已重任 那不就是 给我红血质 平反了吗 那应该有一个正式文件吧 当年你戴了那几顶帽子 走自拍呀 三反分子啊 现在调回中央工作 总得有个正式的说法吧 哎呀 老伴儿啊 你就放心吧 咱们要相信党中央 这件事啊 是迟早的事 啊 咱们要相信党中央 咱们要相信党中央 是迟早的力气 咱们不不逃 就没有人 多少 你问你要完ич 别室 那就退出 Travis 张文同志啊 张文同志 张文同志 什么情况啊 又不是党组织开会 怎么不叫老伴叫同志了 张文同志啊 你请坐 我现在宣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复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正之部 正式下发了 为洪学志同志 彻底平反的文件 我刚才看见朱镇小姐的文件的文件 孩子们打电话 回来一起庆祝 对 把孩子们都叫回来 我亲自下厨 我给他们做几个好菜 让孩子们好好吃一顿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你说 我都答应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 在延安的时候 我收到审查 那天我回家以后 你给我唱了一首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 对 就是这首歌 我跟你说 这首歌可是我们家乡的红歌啊 也是咱们俩的定情歌 所以说你得给我唱一首啊 唱得不好听了 我这红老汉 就爱听这老太婆唱的歌 你刚才可是说 什么条件都答应我 你不能出尔反尔啊 诺文统梧 我给你唱 那咱们 就来一个 郑重骑士的 好正想 把这个放下 请上舞台 下面请听 革命歌曲 八月桂花遍地一开 演唱者 红军战士 张文 鼓掌 准备好啊 八月桂花遍地一开 鲜红的旗帜 树呀树起来 鲜红的旗帜 树呀树起来 鲜红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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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年又回到这里 转眼间二十多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好 来 同学们 今天呢我们就做这篇作文 我的爸爸是一名解放军 老师 这个题目的作文是一名解放军 这个题目的作文是一名解放军 这个作文已经做过三遍了 今天再做一遍 又可以做一遍呢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安静点 安静点 别吵了 葛老师 今天总后勤部的红部长 来看望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 首长好 老师好 这是学校教语文和数学的葛老师 葛老师好 首长好 你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首长辛苦了 来 同学们 起立 向红爷爷问好 红爷爷好 同学们好 孩子们好 来 多坐坐坐 你几岁了 我八岁了 来 让爷爷看看你写的字 我七岁了 怎么也不相信 要什么 红部长 这个学校办起来很难 只有三位老师 都是随军家属 还算是有点文化的 好 好孩子们 跟爷爷再见 红爷爷再见 好好学习啊 再见 可老师 再见 首长再见 来 我们继续 把这篇作文再写一遍 葛老师 你以前在家做什么的呀 我当售货员的 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毕业 我读了小学四年级 以前在县城里一个食堂 管伙师账目 那你在学校教什么科目 我教历史 地理和政治三门课 我也是边学边教孩子们的 哦 叶老师 你呢 你呢 我小学还没毕业呢 我是在地方上当幼儿园老师 在这里负责教音乐和绘画 你们三位军嫂老师 有的小学毕业了 有的小学还没毕业 让你们来教这些孩子 实在有些难为你们哪 首长 我儿子在这里念书 念了六年 本来该上初中的 可初中在百十里外县城 县城里没有寄宿学校 十三岁的孩子 每天跑十几里的山路 到县城里很危险呢 我曾想跟我爱人说 还是转移回地方吧 不要耽误了孩子 又怕拖了他的后腿 孩子的教育千万不能马虎 对啊 你们有你们的难处 我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 就不能让孩子们 这么凑凑活活地上学 这个营房的设计 你们都研究过了 红部长 我们研究过了 这样的靠着山建筑营房 建筑用料就地取材 很省钱的 工期也短 希望总部能尽快把 专用的经费拨下来 款子一到就可以开工 最迟中秋节前后 就可以住进新营房了 咱们今天呢 先不说营房怎么建 先谈谈小学校的事情 我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咱们边远地区军队干部 献了青春献子孙呢 今天呢 我亲自到这山沟来看了看 此话 此话一点不虚啊 同志们 咱们可以为国献青春 但是最好不要献子孙呢 因为子孙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营房都建在这山沟里 部队的生活也比较艰苦 家属就业难 孩子读书难 这样下去 势必会影响我们干部的思想稳定 我想啊 从现在开始 部队再建营房 应该在符合战备的条件下 尽量向中小城镇靠拢 不再允许建设那种 山散洞式的扬拉石式的分散营房 部队要再建营房 你就建那个 砖木结构的砖瓦房 或者是集中力量建一些楼房 水电设施要一步到位 那当然好了 如果营房挨着镇子 和挨着县城 家属就业 孩子上学 这些老大难问题 就都解决了 我们这次来啊 就是要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的 可是经费预算 那就远远不够了 钱少可以一次规划 分期建设 不建则已 要建就建最好的 我们回去就研究 你们二炮是国家的战略部队 国家是不是安全 你们可是顶梁柱啊 像这样艰苦的山区 总后勤部 可以另外追加营房预算 好 好 那么咱们这老一套的设计方案 就算是作废了 你们抓紧时间呢 五色地点 重新设计建筑蓝图 重新申报 应房预算 是 可以放了 是 宇宙小姐 到处计了 我想摄影 pow了 再去 那最小姐 这些舞事 还太像 我 你带吗 四年没有洗上澡 冬天冷了 这屋子里结冰 墙上挂满了霜 战士们睡觉 得戴着棉帽子睡 下岗的战士们回来睡觉 冻得无法入睡 只好不睡 每一次调查组都说 回去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结果一去不返 要无音讯 这个刘春阳 说的是大实话呀 也是掏心窝子的话 我们这一次 再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 首长好 你好啊 谢谢首长 首长好 辛苦了 首长好 辛苦了 侯部长 这就是你要找的刘春瑶 这个老营长三年前 已调到团技术处当处长了 听说你要找他 刚赶到他 部长好 柳春瑶同志啊 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谢谢首长 谢谢首长 三年前 你汇报的那些问题 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 全都解决了 好啊 好啊 房子盖得不错 以后我们海岛上的战士们 再也不愁住了 是啊 首长 三年前 总侯机关派人来海洋岛调查 我抖着胆子反映了一些问题 没想到第二年一开春 好消息就传来了 总货机关下坡了33.7万元 给我们建设新营房 当时全营官兵高兴的 像过大年似的 是吧 是啊 新营房建好之后 吃喝拉撒睡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极大地提高了驻守海岛的官兵 训练备战的积极性 我代表全营指战员 谢谢首长 谢谢总后领导机关 谢谢我 我应该谢谢你啊 谢我 是啊 当年你这个营长呢 赶讲真话 军委的领导都被你打动了 你的战士们应该感谢你啊 我要感谢我们的战士 他们为国家 为海防的安全 吃了不少的苦啊 我这个当部长的 有责任哪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舰上的厨房 请 请 首长 坐吧 坐 你们的伙食怎么样啊 报告首长 挺好的 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要多吃一点 首长请 首长好 你们好 收拾同志 西沙主导官兵集合完毕 请您致志 请上席 上席 上席 同志 上席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同部长 您是第一位来西沙的军委首长 大家欢迎 同志们 我是代表中央军委 来看望大家的 还带着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 来到我们西沙群岛 那边的营坊 是不是取年新建的 是的 这是什么书啊 这是杨角书 这是什么书 谁的 会准备 这是我们从路上带来的饮用水 我想喝一口这岛上的水啊 首长 这岛上的水怕您喝不习惯哪 你们官兵们常年驻守在这个岛上 喝这些水就习惯了 我喝一口怎么就不习惯了 去 拿去 小贵啊 把你这水护给我 首长 这水怎么这么涩啊 首长 这岛上的水就是这个味道 官兵们平时都是喝这个吗 是 首长 岛上主要喝储存的雨水 还有从海南岛运来的水 海南运来的水也是这种味道吗 是这样 运来的水放在铁罐子里面 时间一长味道就变了 看来我们要尽快解决 战士们的饮水问题啊 如果打起战来怎么办 运输中断了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 去解决一些大型的储水器 用来储存雨水 即便是储存了 也需要净化才能喝呀 那就不能光剑储水器 还要引进一些先进的净水设备 我们的部队要想在这岛上站稳脚跟 必须要去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 马上解决 是 维护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的权益 这个斗争 必定是长期的 复杂的 也是尖锐的 所以我们必须周密规划 未雨绸缪 要做好各种准备啊 南海八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一旦打起来 必须要保证我们的控制权 所以啊 中央军委决定 要在西沙建一个机场 并且是现代化的机场 这个机场的选址工作 我们还要仔细地勘察呀 做好方案 尽快地报上来 现在战胜柱的营房已经多久了 有十来年了吧 云松吉仰的军舰是今天早晨来的吗 是的 补给船大概多长时间来一次 两周左右 如果补给船不能按时到达 同志们怎么办 靠岛上的储备 我们的机场啊 就准备奸在那个位置上 把图纸拿过来 把图纸拿过来 这张图纸啊 是整个机场的设计图 大体建在全岛的东边 东边的地势 整体比较开阔 有利于跑道的修建 整个跑道的设计 还不能离战士的营房太近啊 不然会影响同志们的休息啊 战士们的休息很重要 这个跑道的长度是不是安全啊 绝对安全的 还要考虑到大风的影响啊 考虑过了 游库和补给也要有一定的距离啊 好的 另外还要考虑到 游库也要远离战士们的营房啊 放心吧 首长 1986年10月 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 访问美国 洪部长 能请问你一件事吗 好 你请问吧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为什么能在朝鲜战场 建立一条炸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我是你们美国空军学校毕业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 我们的运输线 是你们的空军轰炸出来的吗 那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工作 我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呢 再说到这里来工作 你们还得给我发工资吗 洪部长 你是管军队后勤的部长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驻外军队常遇到一些后勤方面的难题 比如带家属的问题 带上家属的 不方便管理和部队行动 不带呢 又是一些人违反纪律 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个事情好办 好办 你把你们驻海外的军队 都撤回国内来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为什么不带回国家属的问题 怎么办 1988年9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 并在北京隆重举行上将军官授贤仪式 与1955年授贤相隔33年 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两次被授予同一官阶军衔 不仅在我军 而且在全世界的著名将领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0年3月 洪学智被增选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并任党组副书记 1993年3月 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 党组成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绮成员 这就是小哑巴开的酒店吗 就是这个 老高啊 你这个酒店也太大了吧 我跟小哑巴说 不让他告诉你们这字是我写的 你们现在猜这几个字是谁写的 那还用说吗 这几个字是你写的 那边请 请 这几个字是谁写的 小哑巴你快来啊 加莱且了 你看看 小哑巴 你都长这么大了 请请 请 来 里边请 你看这好不好 看看咱这休闲度假大酒店 这我起的名 洪司令 你认识这酒吗 这是什么酒啊 大别山的酒啊 好酒好酒啊 看看 大别山的酒 这酒好啊 这不是吧 你呀 是咱们金宝团的大贵人 听说呀 你要陪几位贵人大驾光临 这小哑巴 乐的是骑着摩托车就奔来县城 买回来这个大别山的酒 好 好 好酒好酒啊 来 咱干上一杯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 来来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干 好酒吧 这是小哑巴的媳妇吗 那会儿 你洪司令离开金宝团的时候就说啊 让我们好好地照顾这个小哑巴 要给她娶媳妇 这个改革开放了 政策好了 我们就给她开了这个大酒店 这生意一好啊 媳妇就上门了 这叫栽下梧桐树引来惊妇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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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哑巴的儿子吗 是啊 这是小哑巴的儿子 快来快来快来 爷爷抱抱 爷爷抱抱 好好你看啊 这小伙子啊 小哑巴说话我能听懂 宝贝 来 叫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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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孩子 叫爷爷 叫啊 叫啊 叫爷爷 快 叫爷爷 哎 哎 孩子 叫 叫 爷爷 快叫爷爷呀 爷爷 哈哈 哈哈 呵呵呵 真好的孩子啊 来吧 为我们子孙后代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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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根据上级的指示 红四方命军的学员 不能随便外出 不能佩戴红军的标志 难道弹起来 是我啊 我是伏兵 伏兵 伏组长 想当年在延安瑶果 我奉上级的命令 摘去了你的五角星和红铭杖 四十年后 我受中央军委委托 给你发新军状 给你啊 带五角星带红银杖 你说说 以后有什么打算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部下 我跟着红主人 一起干革命 好 干明哪 老首长 我们又见面了 那我给你带个人来 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豆腐房 跟你们一块打豆腐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跟他同吃同住同牢斗 带着他打豆腐 老红头啊 高连长 李长 有事啊 这个养猪的事啊 我可就听你的主意了啊 连长 嗯 你就放心吧 洪学志同志 在我们家宫里 爱护知识青年 工作积极肯干 吃苦在前 应该说 菜种得好 猪喂得好 粮食扛得好晒得好 面粉 你摸得好 你倒了金宝团 你把你当成三反分子来对待 可我们没这么做 知识青年们 把你当成他们的老师 当成他们的亲人 我高连长 在心里 一直把你当成我们的好部长 洪司令 好 呢 没关职 脖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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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生我养我的大别善啊 老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杨头面对青天 低头面对英灵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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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